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个人觉得赶上这么个实践 所以没太着急 后来就是给自个儿放了假 也没什么可讲 喘口气 结果昨天有个朋友说 人在留言他说请食堂喝咖啡了 但他写了很长 他写了很长 我看过之后我个人觉得蛮感触的 他说涛哥请你这杯咖啡 真是一杯咖啡 他说请你两块钱喝杯咖啡 真是一杯咖啡 原因是昨天那日子呢 是他两年前 两年前在台湾 他去看了神韵了 而他看起来他是大陆人 到台湾去看了神韵 他是从大陆很远的地方 应该家里头没有那么富裕 看起来家里没有那么富裕 因为从字里行间中可以品出可以体会出来 但是他在过去的时间里 这个人应该年龄不是很大 在过去时间里 他一直有一种内心很 我也说不上来 他说很紧张的那种 他的生活 他周围的环境 他人生活的氛围 他内心的那种感受一直很紧张 相当紧张 就是那种类似 痙磷式的那种感觉 因为这种留言 再写再长也不会太长 然后他说这是大概磨难了他十年以上 非常痛苦 那家里 就是对家里而言似乎也是一种负担 就是大家交流起来比较难 但是两年前 他陆陆续去看我节目 结果两年前 他自己很努力的 很尽力的去看演出了 那如果从大陆去到台湾去看 不容易 而且他讲他的时间很有限 所以很显然 他应该不是很富有的人 时间很有限 他的住宿啊什么 他没有赶上第一场 结果他赶上第二场 还有赶上第二场呢 人家可能是看那个 那个是不是剧场里服务的什么人 台湾嘛反正 都讲普通话 就问他 可能是咨询他说 这么老远 跑这看神运来 你怎么知道看神运呢 因为大陆嘛 你怎么知道看神运呢 后来他说 石超 然后人家那个可能就是问他的人一愣 然后哈哈就乐了 哦 说石超 石超 人家也说抽个空 他们也看看涛哥讲的东西 蛮有趣的 他讲的东西蛮有趣的 跟别人不太一样 他说 那是呢 对他而言 对这个人而言 他的意义比较大 他说那是他从没有过的 十几年来从来没有过的那种内心的平静 啊 内心的平稳 内心的平静 而且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一种内在的一种感激 他说他说不上来的一种内在的感激 这是两年前的昨天 呃 所以请涛哥喝杯咖啡 请涛哥 他说他说太记得 因为从那开始改变了他 他人的生命的整个概念改变了 呃 他说不再像曾经经历过那么长时间的那种磨难 呃 我个人看过之后 我个人非常感触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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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是朋友们自己写的啦 也是朋友们自己的感受啦 所以从 从真正的环境来讲 就我个人来讲 我个人觉得 这样的内心 生命内在的感悟 你只能自己知道 是善是恶 只能自己知道 是善是好是坏 对你内在的生命感悟 很大的一部分 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但他 当人们平铺直述在讲述了自己故事的时候 一个生命真实故事的时候 而不是单纯的道理的时候 其实很多朋友都能够有这种体会 呃 那天 昨天前天我提到 我说那个 看演出的那个人 有一个 美国有个看演出到 到纽约林肯中心 自己买的票 自己用信用卡买的票 啊 自己用信用卡买的票 带自己的孩子 呃 全世界人都认识他 啊 当然这种人 这样的人 他平常也不太愿意 就说我个人的生活 也不会被 愿意被别人去 去打乱 所以你也看不到媒体的报道 第一个 第二个 他也不是什么中心 呃 思想中心 对不对 那习近平要去看那就不成了 那就是新闻联播了 对吧 人家不是 正常人的生活不是这样 所以那都不是正常人的生活 中国不是正常人 不是 他叫高级动物 高级动物就需要灌输 因为他本来是人 所以他需要灌输 灌输的结果呢 就是把你侮辱 对不对 以习近平思想为核心 你想想 所有中国人不能有思想 得灌上他的思想 那灌上他的思想 你也搞不懂他是什么思想 所以你永远被灌输的 你永远是不明白的 你永远是个缺心眼 你永远是个傻猪头 他吃这么回事呢 当你去接受的时候 说我的环境造成我 没办法 你的环境造成你不就被强奸吗 就像昨天习近平在跟这个 昨天在谈到这个李锐 对吧 李锐过去 那他在十年前跟习近平 十几年前 十年多一点吧 因为习近平当时在这个 浙江任省委书记的时候 他那在习近平眼睛里 李锐同样是有分量的 为什么 他也值得尊重 为什么 他去请他吃饭 对吧 请他全家吃饭 他个人请他全家吃饭 那他习近平为什么也说 你老可以打擦边球 我不能 我可不敢干 那习近平自己的话 那打擦边球 你自个儿不敢干 你习近平不就被这体制强奸了吗 你现在用习思想去强奸别人 这不就是自卑而自负而报复的心态吗 那在这个环境中就是这样 那人都是神经兵 那就是神经兵 对吧 那人一定生活在这种经兰中 生活在这种非正常人的环境中 快乐与愤怒 它是交织在一起的 被强奸者就是快乐与愤怒 交织在一起的 你看你怎么看待这问题 比如说你侮辱被强奸的人 那很多叫什么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不就是被强奸而转变的 人他是有思想有思考 人他会在现实的利益中有着冲撞 对不对 当他无力反抗出 结果又被强奸者强奸了 那这种事情 那他怎么办呢 他要活着 每个人会有不同的选择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什么 你别老想那个肮脏 你想想老是这个实体的这种结合 神经病 你基本本身就是肮脏 本身你就是肮脏 我们讲的是个道理 其实在神韵演出中 我忘了大概三个星期前 四个星期前 我听到另外一个DC的朋友 在华盛伦DC 他说 他说陶哥我跟你说 有一个人来看 做的是顶层的包厢 但他笨 他说有笨 神韵演出背后是有天幕 有这个 有这个特别唱歌 有字幕的 有他歌词的 他坐在包厢里 他看不见歌词 其实 天幕他也看不全 那人有钱嘛 人有势力有钱 我说谁啊 他就说谁谁 哦 是当今世界的媒体 媒体界的大亨 当今世界的媒体界的大亨 他买断的媒体 在地球上24小时 永远有地方在放 永远有地方在放 你不能说所有中国人都知道 那人家不关心新闻的 可能人家就不知道 但凡是关心新闻的 凡是就说你受一点教育 你平常听听新闻 说想听点外道新闻 没有不知道他 没有不知道他 是个白人 带着他的 而中国人呢 他跟中国人渊渊很深的 渊渊很深的 渊渊 渊渊 我还说的话 不是我亲眼见的 他不是 他带着他的人马 他带着他的 他贴身的那些人马 他带贴身的人马 那个去看演出 也没有打招呼 也不都是自己买的票 那开玩笑啊 对不对 这个人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举个例子 说我看有中国富豪 去吃这个 请这个 要跟这个巴菲特吃饭 那得掏钱呢 对不对 那得掏钱呢 那这个人呢 我估计巴菲特得请他吃饭 不是中国人掏钱 跟巴菲特吃饭 我估计这个人得 巴菲特得请他吃饭 就是这么个人 所以我跟大家解释过 我说在 如果我们往近了算 做个比喻 文艺复兴时期 影响了整个欧洲地区 而明朝的四大民主 影响了后来中国 到现在共产党 也没能力封掉他 共产党只去封掉金平梅 共产党只去封掉金平梅 但却用了 用了这个 这个红楼梦 去顶了金平梅 他概念就是穿衣服 你让我说穿衣服 没穿衣服 就这么回事 干的是一样的事情 穿衣服跟没穿衣服 金平梅呢 是更往了淫荡去 那如果你说 如果你说红楼梦呢 更往色上去 红楼梦没看全啊 但我们就看着 大概我看就是这样 其实银色本身是一个 色 与人的思想类似 就是他在脑海中有这个东西 他会幻想 对吧 很多人做梦 干的 就是色 我觉得色的成分高 玉 更贴这块肉 个属驴的 牛脸就走了 生了锣子 生了马 跟我没关系 牛脸走了 那个是玉 所以我以为其实是一样的 那其实他如果后面改着 现在大陆说的四大名著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更透显出共产党的阴邪 就中共党文化的阴邪 对中国人的影响 阴邪啊 那毛泽东自己 他看 他自己去看 音大本的 大开本的 跟我说的那个朋友 人家手里看过 大开本是为了那个画画的好看 他们眼神不好 其实也没什么眼神不好 他们进北京的时候 也没多大岁数 对不对 就这个 今天统治的一切 今天共产党统治的一切 就是银色 银色之原始动力 在整个这个社会 弥漫的放纵 所以人们 人们被他银色的东西 洗脑之后 人们没有能力反抗 你看竟是反共的 他反不到边上 他 他反不到边上 顶多是争锋吃醋 我觉得这话是对的 顶多是争锋吃醋 所以你看到的 习近平 在跟李锐吃饭的时候 他可以说 我不敢 你可以打打擦边球 当今天他上去了 他绝不能 眼力不能揉杀了 谁敢跟我打擦边球 我不削了你 是吧 这就是争锋吃醋 这不是 因为他是跟生命有关系 跟生命有关系 贸易战 刚才45分钟之前 我动作蛮快的 只能叫45分钟之前 川普发了推文 他认为呢 从他推文上感觉呢 中美有可能达成协议 有可能达成协议 而昨天呢 他也发了一个推文 昨天很晚的时候 是美国贸易代表 返回美国之后 他发了推文 路透社也有报道 所以我个人觉得 蛮有趣的 这是一个最新 从川普嘴里面 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川普的 川普的推特账号 我做节目的时候 8点25 这是半个小时之前 他发出的 他发出的推文 半个小时之前 Nothing funny about 这是昨天晚上的一个 什么fake news NBC 问题 这是跟咱没关系 所以这是 他现在在海湖庄园 佛罗里达自己的海湖庄园 两年前见过习近平的地方 44分钟之前呢 他说是52%的 对他的支持率 大概是这样 一个小时之前 一个小时 七点半 人色素大了 不睡觉 非常重要的会议 那不是一个会议 电话 也不是一个电话 是有关 有关中国 与中国的贸易战的问题 贸易协议的问题 他应该说 给我看 感觉起来应该是今天了 他今天要继续跟他的 跟他的stuff 跟他的雇员 要继续开会 昨天他开过会了 昨天已经开过会了 但是呢 他这里说的meetings 跟calls 我们就 他只是讲说 跟他的雇员 说明在讨论的 那 电话里面 是否会有跟习近平之间的电话 那我们不知道 因为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 他说出了那句话 他说习近平给他打电话 那听起来 我听起来就这样 习近平给他打电话 我看很多媒体都没注意到那句话 给他打电话 跟他说 贸易协议对习近平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习近平本来设定的时间是 二月底 这个月底 都就是要在两会前有结果 其实是习近平自己 想在两会前有结果 那现在的麻烦 就是川普在掉他胃口 实力在川普身上 所以那你就像买房子似的 你说是买方市场 还卖方市场 那任何一个 当市场平衡的时候 你可以有的挑 买东西的可以随便挑 那当市场不是这样 你一定要要这个房子的时候 那就没招 这事不好办 这事 对不对 那人家如果说 那反正就这价 你要不要 他也就这么回事 那这里 这是我们看一个小时之前的 非常巨大的进展 将会出现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进展 在很快 很快 而且是在多方面 多条前线 多条前线 其实它主要的 现在的矛盾焦点 都在结构性改变上 结构性改变就是偷抢骗 那截止到现在 美国人坚持偷抢骗 那刘鹤 习近平坚持 我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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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偷钱 我偷钱 我偷了你东西 我再花钱买不就得了吗 他基本就这个 我买 我买 就是一句 我买字 我买 偷抢骗 这事爆办 这事 这事如果你不让我偷抢骗呢 我没钱买了 我偷抢骗 我才能挣着钱 又挣着钱 我再买 这事你得让我 这个循环得循环了 基本上是这样 那你说有 在不同方面都将取得巨大进展 我觉得这些词 你能算得出来 对不对 偷 知识产权保护 抢 强迫转让技术 骗 国家补贴 国家补贴 他已经松口 刘鹤松口了 但是呢 我说的就是一骗到底 国家补贴就是骗的 那他现在松口说 我不进行国家补贴 我跟随2001年18年前的WTO的规矩 他承认了自己的骗 但是他又不给人任何细节 所以这个事将基本是谈到这份 那他在说的是什么 这是疑问 我们的国家 将会 我们国家 在未来将有巨大 巨额巨大 就是那种长足的 长足的巨大的增长 巨大走向伟大 而且是会出现一个 甚至出现更高的一个 一个level 一个水平 就是将有划时代 这么讲划时代 划时代的这种 巨大的成长跟走向伟大 这是一个 这是具有巨大的潜力 巨大潜力和潜能 实在的成分不高 其实实在的成分不高 但他看到了 在我眼睛里是他看到了 对中共的压力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这是我以为 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这是我们看到 所以应该讲 他们的讨论并没有结束 他们还在讨论中 这下面都是这些层了 跟他的整个智囊的讨论 本身并没有结束 还在过程中 还在过程中 这是我能够感受到的 另外一个 昨天晚上 13个小时之前 其实我昨天看到那个 他说的 贸易代表们刚刚返回来 刚刚回来 那 而整个谈判的本身 在他看来很有建设性 这个词 这个词实际 具有建设性的 具有增长性 具有建设性 这个词实际是来自于 美国贸易代表 美国贸易代表的评价 用了这个词 他现在在开会 那12个小时前 昨天晚上 13个小时 昨天晚上8点 昨天星期六晚上7八点 六七点钟 大概是 他们是在这个 海湖庄园 那贸易代表们 给他了一个 非常详细的 一个 在跟他讨论细节 那现在呢 反正中国每天呢 在中国每天 就是几十亿 几十亿的税金 在给美国 所以这个话 放在这 意思就是 我一定用关税战打到底 我用关税战打到底 我们讨论细节 只要我不答应 只要我不 我不愿意 我不答应 我们就收这个钱 其实这是一个平衡的 谈不上成功 谈不上失败 只能说 这是一种细节当中的披露 路透社呢 根据昨天 有一个细节的报道 就是昨天这个会议上 有个细节的报道 这是路透的报道 那川普呢 收到了这个整个细节 有关中国贸易谈判的 一些细节讨论 一些细节的升华 以人家英文为准 这个包括川普呢 以人 我这个 我这个 我中文 大家就这么听着 照葫芦画瓢 赶上一个有趣的 就是川普 很多美国人呢 精英们骂他 没文化 没知识 骂他没知识 川普没知识的一个 非常特征 他们讲的非常特征 就是 他用词很简单 他用了很简单的词 所以 对我倒是挺方便 他不去什么 他转了八百圈 其实你到西四就 从西单到西四 你就直接走就完了 他跑到东单去了 他往东单绕一圈 然后他给你讲东单的理由 为什么到了东单 所以到西单 下车 这就是精英 这就是精英 我跟你说 瞎扯 我眼睛里就是基本 就是瞎扯 那我个人的节目 其实也是这氛围 没知识 有朋友说 你听你都是大俗话 那你就听着有知识 如果你听着再没进的话 你就颁本成语词典 你谁都别听 颁本成语词典 你在家听他的 那多给进呢 全是知识 我说涛哥 你不那个 你不 就不诚恳 你现在让我学知识 我觉得挺难的 我说句实在话 挺难的 啥的意思呢 在原来 在过去的事件里 刚刚改革开放 上大学的时候 其实接触了圣经故事 接触了这些书 当然包括西游记 这些都接触 我那么早就有一个 很简朴的概念 对人之生命 人的生命 有着绝对影响的人 绝不是什么文学家 历史学家 都不是 绝不是什么文豪 有没有 有 文豪 全集中在 人的层面 那 那个 叫什么 英国那叫什么 忘了 那 莎士比亚 那也看过 谈不上 看得懂 看不懂 对吧 那包括这个 梦的解析 这些原来 真的都看过 但是呢 真正对我个人感觉 我觉得最深刻的 就是真正诠释 生命的含义 诠释生命含义的东西 它不在书本里 它在灵魂中 而所有有能力 诠释生命的人 它一定用最简朴的词 事情 阐述着生命之真谛 玩游戏 诸葛亮拿个破鸡毛扇 去对着东吴的四百诸侯 四百诸侯 对着诸侯的 对着这个 东吴的这些 这些 有文化的人 他嘲笑他 他嘲笑他 你再有知识 再有文化 你框在人里头 他诸葛亮没有 他诸葛亮 一脚已经跨出去了 他在人外头 这根本就两回事 鸡带翅板的 凤凰也带翅板的 生命本身完全不同 所以鸡带翅板 那很多有知识的人 就解释那个鸡毛鸡灵的 他在其中 如何的耀眼 如何的炫耀 你应该如何的形容 来自凤凰 看见鸡了 他说那是鸡 他说你形容 有形容什么 有什么可形容的 没有贬低的意思 咱话说 就像我昨天说 我有一句话不好听 但那很真实 有朋友说 涛哥我就爱听这话 不好听很真实 死要面子活受罪 连猪都不如 我跟你说连猪都不如 没用的 没有任何用的 我们讲的是个 是个生命的概念 所以在我个人眼睛里 说在这儿 那川普确实用了 所以我听他新闻发布会 我也能听得七八九 这儿有张照片 这里面他含了一张照片 他说呢 照片的解释呢 因为我们为了 跟大家文字看得清楚 所以当他改成这种状况的时候 改成这种状况的时候 照片有些就被滤掉了 跟他网站有关系 返回了他 总统呢 回到他的 回到他的这个 在海湖庄园的办公室 他当时呢 他是指星期五 当时呢 启动了整个 国家紧急状态 这是讲星期五的那张照片 路透社 路透社佛罗里达他的庄园 他收到了一个更新的内容 update 更新的内容 那是在星期六的晚上 在佛罗里达 而且他们完全在讨论 在有关 3月1号最后期限到来之前 那中国在北京 他能够看到双方谈判 一个大概的进展情况 一个大概的进展情况 这里面比较关键的就是 川普在海湖庄园 personally 面对面 面对面的接受了 美国贸易代表 罗伯特 美国商务代表 美国商务部长 罗斯 和白宫首席顾问 叫做 Miko Moway 这个不是很熟的 对不起 这是他的白宫办公室主任 白宫办公室主任 和纳瓦罗 纳瓦罗 那这是美国白宫发言人 女发言人讲的这个 这里面就出现一个 很特别的场面 这四个人 白宫幕僚长 这是白宫幕僚长 这是没关系的 这是另外一回事 那就像 就像办公室 习近平办公室主任似的 那习近平在 他就得在 就这么回事 关键这三个人 美国首席贸易代表 罗伯特 是这次主谈官 主谈的人 他去直接到佛罗里达 但他但没有美国财长 美国财长和美国经济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 和其他人是透过电话 透过电话是什么意思 透过电话就是开会的时候 我们一块书 那personal什么意思 personal就是很多话不便 在会议上说 对不对 那才面对面 中共在接待谈判时 故意挑拨美国财长 跟美国贸易代表之间的关系 习近平跟财长见面的照片 跟美国贸易代表 见面的照片 就凸显出这一份来 这一次的主谈 是美国贸易代表 不是美国财长 主谈就是主谈 那他是领队 他是全权代表 那你为什么中共要把美国财长 跟他的主谈官等同对待呢 那你是侮辱对方 习近平这么做 刘鹤也这么做 那为什么去侮辱对方 因为对方太反共 而美国财长成为了 中共在现实环境中 中共这是谈判代表中的代理人 有着代理人的角色 从去年一开始就这个 从去年一开始就这个 那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做法 那回到美国之后 那川普却把财长扔了 让美国贸易代表来 从道理上来讲是对的 从道理上说 是美国财长本身 就不是主谈官 所以我老板只要建一个主谈官就行了 我们开会你参加 就这么回事 所以这是很显然 从川普的角度来讲 摆明 我的团队就是公开的 那你跟我玩那鸡贼的事 对不对 就玩那种鸡贼的事 你跟我鸡贼 那没用 我该干嘛干嘛 我非整死你 这是整的 另外一个是纳瓦罗 纳瓦罗是最反共的 而贸易代表跟纳瓦罗 是整个美国在贸易谈判团队中 最最坚强的打击中共的人 这是所有人的共识 他让纳瓦罗跟同样去造了这个海湖庄园 所以表明川普绝不放弃强硬政策 而美国财长跟美国的经济顾问库德洛 这是亲中的 库德洛比财长稍差一点 那财长是几乎类似共产党的代言人 所以那为什么有财长在这个角色 他一个月前传出财长跟川普不喜欢财长 传出这个说法 但我以为呢 这里面的故事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财长成为了中共的希望 当财长成为中共的希望的时候 中共一定会跟财长有着一种接触 在去年四月份 美国财长是作为首席代谈判官的说 在国民馆跟纳瓦罗直接发生冲突 纳瓦罗直接跟他咆哮 我看过报道有这个词 原因就是财长想甩掉团队 要与刘鹤单独见面 纳瓦罗不干 那财长的做法是目中无人的 这个团队是总统塞他不起来 总统设计起来的 那你财长作为团长 你想行使你特殊的权利 而把所有团员甩掉 那是上次财长的做法 所以呢 那你现在呢 川普干脆不见他财长 不见中共的希望 在财长身上 而中共一定会跟财长说什么 而财长一定会尽他力量之所能 去表达对方的含义 这是川普需要知道 到底中共要什么 所以川普老真是老平衡了 老油条 这个是老炮 库德洛亲共 所以纳瓦罗去 库德洛不去 为了省张机票 你可以也可以这么说 你也可以这么说 所以这是在我看来很显然 而为什么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去了 罗斯也是亲中的 但他们的程度都不如财长力 而商务部长罗斯去 应该代表着川普在把对华为 就是美国在中共的电信企业的行政处罚 与美国贸易代表谈判 贸易政策就是谈判的本身 融合在一起了 任何行政处罚 对华为未来的行政处罚 很可能出自于商务部 很可能出自于商务部 而不是财务部 所以美国财长不去 但罗斯去了 罗斯去一定会商量 对华为 对中兴 对中国电信产品的一种行政命令的打击 跟贸易政策谈判过程中的结合 我以为这个细节在我眼睛里是有这些的 所以这是在我看到最关键的了 白宫没有提供任何细节 不可能有细节 而美国跟中国在五天的谈判之后都相应了 说到了相互的进展 但是在相互报道中 白宫依然说 有太多的东西没有解决 有太多的东西没有解决 而如果要想强迫中国在贸易行为上的转变 需要很多的工作 如果你直接翻译的话 就是必须结构性改变 其实它潜在结构性改变 推特 川普在推文上用了 还是这个词了 我们刚才跟大家解释了 没什么讲的 而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 川普依然在讲说 很challenge 就是说相当不容易 还是冲突性蛮大 这都是过去的 然后就提到 如果谈不成的话 2000亿中国进口产品增长 增长到25% 3月1号 3月1号 所以而它原因就是 美国要 美国依然要求中国 必须放弃 必须放弃这个墙 强迫转让技术 必须放弃偷 必须放弃墙 必须放弃偷 国家补贴 在这个词里头没用 所以因为它在对国家补贴 做出了承诺 刘鹤将要在下个星期到北京 刘鹤将下 刘鹤下个星期到华盛顿 那另外的报道 已经报道说 刘鹤会在 星期二 星期二正月十五 飞往华盛顿 蛮奇怪的 刘鹤上一次去 是小娘 那这一次去 是正月十五 都是中国的节 未来会怎么样 不知道 但是就我眼睛里 就这么点消息 就我眼睛里 可以看到 应该 川普没有放弃 强硬政策 他愿意面对面的 他面对面的三个人 而故意甩开了财长 跟库德洛的话 他依然更倾向强硬政策 在强硬政策的背景之下 包含了再叠加上 强硬的贸易政策 再叠加上 行政命令的 行政禁止令 对整个华为体系的打击 电信系统打击 应该是他 我们将会看到的 一个结果 如果大家觉得 涛哥分析的是这么回事 听起来蛮有感触的 那你就请石涛喝杯咖啡 周末愉快